嘩! 喂! 醜人被你秒了! 嘩! 爆擊啊! 嘩! Hello! 大家好! 我是史萊姆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哈哈哈哈 三個字草草轉 哈哈哈哈 遊戲開始啊! 嘩! 我走音了 哈哈哈哈 三個字草草轉 這個簡直就是我的童年 不是跟大家說笑 我覺得那時候 那時候我還是小學 開始玩這個系列 就是什麼? 英傑轉 草草轉 孔鳴轉 啪哩啪拉 啪哩卡拉 其中一個就是草草轉 我猜不到 我猜不到 真的猜不到 他會拿著你的IP 重新做一個草草轉出來 所以我會先介紹這一部 這個部分我覺得他做得 還原度也算是挺高的 即是你有草草轉動的感覺 你不失利是培養武將的部分 好啦 首先進去下一關 嘩! 厲害 這裡順便再講講另一個系統 因為這個遊戲可以跟大家說 是不需要抽卡的 我說一次 是不需要 NO! NED! OK? 就是不需要 不需要貨幾匹石 然後抽卡的 OK? 教大家怎樣做 這裡有很多的軸譜 在遊戲當中的過程的時候 你就可以解鎖這個軸譜 然後按進去 這些角色是可以讓你慢慢解鎖的 怎樣解鎖呢 你看到這個玉璽 綠色那個 我們就可以單憑我們 遊戲的進程後獲得玉璽 然後去解鎖我們的角色 有沒有聽錯? 解鎖就可以了 這個詞亦都是遊戲裡面 賺了個角色 OH MY GOD 看不看啊? 我這樣就解鎖了兩種角色 那就解鎖了兩個 看 是不是很爽啊? 完全不是那種抽卡的 這個不是很爽啊 當我們有那個觸覺的角色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繼續在 我們這個草棕專頁繼續推進 我已經經過一天的努力 才去到這裡 哈哈 因為我有玩其他東西 不單是草棕專頁 好,入場 我真的很喜歡戰棋 我真的想不到 因為其實都很冒險 在手機上面 去做戰棋的遊戲 其實真的很冒險 目前建造得好的真的不多 所以這個是值得欣賞的 好,初節拜見 可以了 知道了 這個就是兩個新角色去加入我們 沒問題 多一點你密一點手 這個正正是草棕剛剛開始變強的時候 又更加多 其實這個時候剛剛 信玉 信玉剛剛加入了 其實都是比較強的軍師 國家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軍師 沒錯,就是你一級的謀士 好,是 信玉 派人去見我的父親 傳達這封信 咦? 曹操那時候 原來還有爸爸 擔心家中的老父 沒問題 take care就去 OK 幫我交給你 麻煩你 麻煩你 哦,所以 曹操的爸爸就覺得 很開心 這個兒子 一展所長 真的不錯 其實我也很期望 話說吧 我來了成都都足足有三年幾四年 但我家人都還沒來探過我 其實我也很期望我家人來探過我 雖然我還沒出人頭地 我都希望他們可以探過我 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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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嘔 好大膽哦 為什麼他這樣做 哦,記得這段了 這段的 不知道是不是正事 應該就不是 聽聞是被冤枉的 那這段時間曹操當然是生氣 當然是激生氣 當然是去對他 打啦 這個殺父之仇 喂 國家居然阻止著 為什麼呢?國家 興兵為報復仇 不過是個人的美德 他不是為君主應有的德行 厲害 你竟然這麼生氣 你竟然冒死盡間 你國家居然有了 忍來 不行 曹操忍不住 OK Anyway 好啦,總之 講完一大堆話 結果很簡單 就是借他 我們出兵 結果也是 這個就是徐州復仇戰 那我們就出陣了 好啦,終於到了我們的整體 好啦,那出兵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選 這次是十個人 無限Course 抽獸手 哈哈哈哈 開始進攻啊 哇,敵人應該投射車了 會不會太OP 哦,這一關我記得了 這一關我們除了要對付 圖謙可能還要對付 劉比他們的那班 緩兵 有可能 極有可能 大家沒問題 兩種理事 戰鬥開始 好啦,那一開始 先講解操作的部分 應該難得大家 卡一卡一個人 兩個選擇 你可以卡一個地點 或者你直接按你想打那個人 OK 這也是兩種方法 其中一種 但是會打呢 一定是找了工兵出去射先 因為工兵呢 一定是會還擊的 那你先找了願情射去 他就還擊不到你了 然後你找近距離 盡量尾刀 這個是一個方法 啦,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這樣就好了 見不見 這個就是完全沒有扣的血之下 可以殺一隻兵 真的太重了 對 現在的國家有什麼策略 喂,暫時只有一個是毒煙 只有一個技 而已 嘿 哈 嘿 哈 好啦,看看你先 你有什麼技 策略 你們招藥 但現在下雨啦 你發揮不到勇 你先休息一下吧 駱駿 駱駿 駱駿你 太短了 你還是藍 你這個太短了 好,因為他等級比較高 推前一點都沒有所謂 那你策略可以用龍女蜂 龍女蜂呢 捲他 啦 太短了 嘴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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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秒數有四隻兵 對不起,四隻兵沒計,你先吃一吃 好,接著我們繼續 哇,連擊啊 沒錯,一定機率會出發連擊和爆擊 這個連擊我沒有,舒娥以前也沒有 但我覺得打下去有這個爽快度也不錯 但有時候沒得的連擊就有這個爽快 終於可以用到焦熱了,消解 在這個曹操傳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兵 兵中傷刻,騎兵就是在暴兵 暴兵就是在攻兵,攻兵就是在騎兵 這是最基本的玩法 但曹操應該在這一關... 嘩,爆擊啊 嘩,爆擊就是手 曹操這裡的level 應該相對比較高 這些小兵應該求得太高 嘩,來啊,劉比突然來勸家 嘩,搞什麼鬼,樂園德 我要報仇啊,你不要插手啊,你 蛤? 有誤會啊,我才不相信 被人殺了啊,這個 怎麼搞啊,怎麼搞啊 蛤? 怎麼搞啊? Sorry啊,曹操我是一個奸雄 我絕對不是一個證人君子那麼簡單 沒問題,我們要改變這個世界 怎樣啊,國家有沒有一些計謀可以用啊? 蛤?呂布進攻? 我們的噔仰?這個潛式毒 是不是是補字啊? 為什麼啊? 那怎麼辦啊,怎麼辦啊? 嘩... 嘩... 還有前面那麼多兵 我們不如還是牛仔啦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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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這個...上賊 他現在裝了東西,其實自己... 其實不能夠打的 這個時候 哦,他還送東西給我 多謝你一件... 白銀甲 多謝你 太好了,留給你好位 平息了一場鬥爭 其實都是因為靈魂的 不是因為我們 我記得那個時鷹傑準的角度呢 我們打這一關很吃力 然後曹操會很強大 然後被我們大軍壓制 然後呂布來了... 攻擊他的城呢 他才會走的 你都反了一團 為什麼好像很弱勢弱的呢? 主角就是這樣了 主角沒有敵人就是這樣了 被人圍 主角永遠都是這樣 真的很可憐啊 原來這個就是曹操平定天下之道 的確是 的確是 嘩... 我記得那時就是 很喜歡呢... 很喜歡三角的故事啦 我覺得 最初接觸的 這一個系列的遊戲呢 都影響我非常深 非常深 為什麼後面我這麼喜歡三角這個IP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耶! 戰鬥勝利 但是我們曹操沒有和陶謙交談 應該沒所謂吧 未滿我軍兩部都撤退 我死了很多人 哈哈... 我只有一個印章了喔 打得太差了喔 好悲哀... 好悲哀... 真的好悲哀... 還有一個令人氣順 給大家聽 這個遊戲是沒有體力的 所以大家可以打到爽位置 我覺得這個遊戲挺有趣的 我覺得... 他的課金位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 咦... 這麼奇怪 哈哈... 我覺得很特別啦 真的不錯 嘩... 好開心啊 看到啊... 他在錄用他啦 耶... 我喜歡用他的 我打其他遊戲都很喜歡用他的 因為我喜歡他過肥 他拿著大鎚仔 哈哈哈... 現在呢 示範呢 看到我已經沒有什麼 這個... 銀錢的啦 那銀錢是怎麼獲得的呢 我示範給大家看 巨點管理呢 可以全區徵稅 嘩... 那個暴君 我要徵稅 哈哈... 哈哈... 那我講解一下 怎麼去... 增加我們的收入先啦 那我們先進去 那每一個城裡面呢 都可以幫自己的城 upgrade自己的這些東西啦 那可以增加他的收入 這個收入是非常重要的 那呢 除了有增加收入的方法 就是upgrade自己的城裡面啦 另外的方法呢 就是打更加多的城回來 沒錯 可以打城 你看到這裡可以探索啦 那我們探索這些地區 就... 用錢去探索 探索完之後 這些地區開了一些交叉啦 那我們就可以去攻佔他啦 沒錯啊 是攻佔他啦 你看得沒錯啊 那你可以首先偵察一下城 偵察一下做什麼呢 就是看我們夠不夠打 因為不一定 不一定夠打的嘛 喂 這個城被牛侵佔了 我們要打牛牛喔 哈哈哈哈 啊... 這個山寨啊 打牛牛 那我們儘管試試打 Let's go 嘩... 到底我究竟殺了幾隻牛啊 我整個地圖的牛殺光 我只剩下這幾隻 就是這個Boss 竟然衝出來打我 我不知道打死這個Boss 可不可以對立他 他要... 喔... 敵人全滅 看來真的要每一隻牛 都逃了 耶 我特地留著一隻牛不殺 就是為了什麼就是示範 原來... 不打死我 我只打個主城 我們都會佔領成功的 耶 我們贏了啦 拿到很多東西啊 好爽啊 好啦 那打完城之後呢 就可以鐵子一個太守 給他的 知道 我們就放... 好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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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放一些挑釁大家 的留言 等其他人來打我 你說是不是犯賤呢 人類真的是犯賤 我也是 哈哈哈哈 好啦,那這個城呢 就是歸我們所有的啦 那我呢 所有人去呢 就可以管理一下他 咦 那同樣啦 這個地方呢 經由我們的操控呢 你就可以... 做什麼? 收稅呢 幹什麼事啊 打完城幹什麼 第一件事當然要收稅的 那當然啦 我們收完稅 要回饋回這個社會 是很合情合理的 那我們就先升一些便宜的 因為錢是不夠花的 所以我非常建議大家 先升有關於錢的 不要管那麼多 因為錢呢 在初期呢 一定是超級不夠花的 所以會升一定是升了 關於錢的先 先 糧食基本上呢 前期應該不會太缺 應該後期出兵會缺一點的 但我建議都是先升錢 有錢就... 蛤 捨得鬼推磨 哈哈哈 你發現呢 當我們的隊伍夠強的時候呢 可不可以就是你的角色 需要更加強勁 那遊戲除了level呢 代表著能量厲害不厲害之外呢 還有很多東西的 其中一樣呢 教你最基本呢 就是7和14的時候呢 都可以分別進行強化 怎樣強化呢 就是當你的武器 防具呢 這些都可以換的 對啦 看到嗎 打梯梯就是跟換完成啦 來啦 萬技 那這個呢 很明顯的防具呢 已經是max了 升到level max的時候呢 那我們 我們只有新的裝備呢 就可以跟換上去的了 那當我們三樣東西都跟換了呢 就可以進行強化 而實力呢 就會一個大幅的提升 所以這個呢 就是變強的第一步 今天遊戲介紹差不多到這裡啦 首先 非常感謝廠商的邀請試玩 這次我真的有點喜歡 不是開玩笑 真心玩 真心 真心 不是測試的 真心 真心 因為 這個部分我真的覺得好玩 曹操轉這個部分我真的沒得談 我真的終於玩戰棋 戰棋 戰棋遊戲 我好久沒脫足了 我真的很想玩 所以 我希望我曹操轉這一個 這一個演義 我能夠通關 這個是我的盼望 並且可以成為這個亂世的奸虹 嘿嘿嘿 這個是不是輸了 這個沒有輸到 這個是剛才輸的 這個而已 好啦 今天 去到這裡先啦 就是這樣 記得訂閱我 我是小妹妹 下次再見 掰掰